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米人 歡迎收看我們頻道 今天呢 是我蠻期待的一個系列 叫做101景觀房系列 這個系列的目的呢 就是在大家看 在台北所有可以看到101的房型 希望可以在大家年底的時候 放你有個依據 我們已經陸續開箱很多101的房型了 大家可以看那個播放清單 希望你們會喜歡 今天真的特別近喔 今天的房型真的是特別近 我們由郵禁、致遠 我都會介紹給大家 我們從這麼小的101 這麼大的101都會介紹 好 那是Vis我們馬上進入介紹的環節 GO 好 今天住的是韓社愛美飯店 那我們這房型是超級大的套房 叫做井魚套房 哦 井魚的意思就是 它一定有個井 值得你入住的套房 首先呢一進門呢 左邊的話就是一個 儲物間超大的 這是大概是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的儲物間 對啊 這是可以放很多很多衣服啊 這個保險箱 然後拖鞋 這拖鞋看起來蠻厚的 對 是蠻有質感的那種 然後還有那個體重計 穿鞋 打跟插體鞋 然後那邊還有一些枕頭跟背皮 可以讓你做替換 還有熨燙機跟熨燙白 跟用手邊有一個超大的穿衣鏡 對 然後再看過來 這裡也是個穿衣鏡哦 哇 這裡鏡子很多耶 對 房間就再大鏡子又再多 房間感覺更大了 好 再來就是在最重要的地方了 哇 這是井側的部分 這裡 井魚套房的井就是這個井 很清楚很完整耶 這邊 這邊也有101 哇 兩天都可以看到很完整的101 對 這是超近的 所以大家跨年是可以選擇這一間的 因為很方便 然後又有一個客廳可以去做享受 對 好 來介紹一下貝瓶哦 貝瓶它這是蒸氣消毒鍋 還蠻不錯的 對 然後另外水啊 跟有這個意識咖啡 Nespresso的咖啡機 對 它有設一個超級有藝術感的 意識咖啡杯 對 超棒的 蠻可愛的 這個不愧是愛美酒店 愛美酒店是以藝術而名的 哇嗚 對 哇 它有各式各樣的杯子 給的杯子非常的齊全 對 還有一些迷你爸這邊是要付費的 這個也是要付費的 對 這是我們的 這是我們的 哈哈哈哈 不過還好台灣不會收那個冰箱使用費 對 外國外有些滿意識貨的 在下面的話 有冰桶 熱水壺 還有一個水果盤 對 如果需要的人都可以使用 好 再來一次客廳呢 客廳實在是非常的寬敞 非常的寬敞 來 我看一下拉遠 哇 它還有一個很有藝術感的燈 這個藝術館的燈只有一個缺點 好 來 示範一下 哦 我一直上它的口 哈哈哈哈 它不會痛耶 早有不友善 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另外有附上 銀明小點水果 跟兩樣小點心 對 還不錯 好 再來看一下桌子的部分 這個電視的話就 不是4K那種細邊框的了 對 比較 可能比較傳統一點 對 這樣叫它把電視感應器箱在這裡 對 讓你坐在那的時候 就不用手提高 對 然後又不會不雅觀 蠻好看的 然後這邊書桌的話 這裡抽屜 可是心裡可能會使用到的線 然後這裡一個書墊 那我們這次參加 剛剛有送一個小禮物哦 對 就是這個 香水跟這個護手霜 對 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我還蠻喜歡的 好 再來看一下房間的部分哦 哇 房間應該是使用拉門耶 對 對 房間的話這個藝術品比較漂亮 對 然後床真的也是蠻大的 對 床的話它是一大床 7乘7的 很大哦 對 然後我很喜歡它的備單 它的備單 這個柔順很多 還有它給我們的嬰兒床 對 一樣 不同系列幾乎都是這種 但我個人沒有那麼喜歡 還是喜歡煙波那種可以升高的 對 這邊的話又是一個 可以看到101的房型 設計 在房間裡面就可以看到101了 這裡的抽屜呢 就是一個隱藏式的充電孔 它這間房間呢 所有的開關設計都是 蠻有科技感的 然後在這裡呢 打開 一樣又是做一個拉門 進入到我們的超大浴室 哇 真的很大耶 超浴室的 它左右兩邊呢 三面 全部都是大鏡子 一面 兩面 三面 超大的 浴缸這裡也有做一個電視 電視有跑標空氣 泡槽部分它很很棒很貼心哦 有附一個去角水凝膠跟沐浴耶 那再來這邊洗手台呢 是雙面盆 雙面盆就是舒服 那這邊它放一個吹風機 雙面盆是菲利普的 那貝品呢 比較特別的 有關虎泡大的指甲戳刀 跟大條的高露解壓刀 那這邊的話 沐浴乳洗髮精啊 都是用這個品牌的 這個馬桶呢 也是會哈囉的 嗨 那旁邊呢 就是免治馬桶的操作介面 上面很貼心哦 還有附一個翻譯的 讓你看得懂 那這邊是兩件浴袍 哇 其實我蠻喜歡浴袍 它是這樣子掛著的 很舒服的材質耶 摸起來感覺怎麼樣 很喜歡 就是我們 那個感覺 就是我們 爸爸用的東西的感覺 對 對 那應該這個 枝棉樹應該是蠻高的 超級輕膚 那這邊的話 是淋浴區 淋浴區 淋浴區也是 都是全部大理石的 對 地板都有做防滑 很棒 淋浴區裡的也很寬敞 整個浴室就是很大 超級大 然後呢 這個分開 又回到客廳啦 我覺得這種大套房呢 就通常都會有一個 歐型貫穿的設計 對 那整個摳千桿是 利用非常的足夠 然後又很寬敞 但我自己是喜歡這一區啦 說實在的 因為我覺得可以有很完整的 放行李的空間 就不會堆積在我們平常 在這個房間的空間 不會走路走一走 又撞到行李 哈哈哈 我們的那個 小主持人出現了 最近長牙很寬 嘿嘿嘿嘿 必須要抱著它 好了 好那我們今天參加方案 一樣是一國二十二方案 那晚餐的話 待會兒才會到 耶 我們的晚餐來囉 這次呢 一國二十八案比較特別 晚餐提供人生 然後是固定的菜單 這個專案的名稱叫做 享樂假期 這個專案呢很好喔 它還有送一個香水 就是這兩個啦 對 還不錯 其實 這是我今天特別準備 給我老婆的驚喜 沒有 只有前60組有啦 你限量的 對啦 阿姨啊 就算不是限量的 我也會花錢買給你啊 對不對 好 那我就 這次我們的晚餐呢 這個專案給我們的是 海鹿大餐 基於呢 我們夏威宣呢 他即使基本上 他是不吃海鮮的 這麼大隻的龍蝦呢 他是絕對不可能吃的 龍蝦我可以 呵呵呵呵呵呵呵 就像有人說我不吃牛 不吃牛 我吃和牛 呵呵呵呵呵 好 啊 我們第一道菜是 黃金蟹海青蝦拉佐 富粉子油醋醬 哇 這菜名越長 價格越高啊 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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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裡面海鮮的話 有蝶肉 然後這是一口雀喊 它這個蟹肉咬這麼長喔 還有那個草莓奇異果 還有這個柳橙 哦 這個戳下去那個菜的聲音 好 很親切 好了 菜有點親切 油醋醬蠻嗆的 酸酸的我覺得不錯 可是我還是比較喜歡一般的胡麻醬 搭配這個應該是屬於清爽的 對啊 我很喜歡耶 跟大家介紹一下呢 我們這整桌的餐點呢 吃下來是 那我們今天是只要入住這個專案的價格呢 就含在裡面了 其實是蠻划算的 而且它也是用這種木盆的 更好 而且這草莓先來蒸的 那麼甜 它是不是一顆草莓來 它先切四片 其中一片主廚先吃 是甜的 另外三片才能用 今天糖分有點高 下面一樣 如烤美國樂園牛排 搭威士忌醬是 哇 感覺很特別 這上面有這個烤牛排 就是有這個紋路 就感覺特別的棒 它其實已經把你大概切好了 哇 這很甜心耶 好 吃吃看喔 很美 這肉菜很美式 這個醬汁很好吃耶 你吃那種BBQ醬嗎 有一點 對 等一下 你吃吃看 它烤蔬菜有紅蘿蔔啊 玉米水 花菜跟馬鈴薯啊 還有番茄 保水度都非常夠 調味也很剛好 加一點鹽吧 嗯 它這個是爐烤 原味的話它本身 這個肉就有那個炭香味 嗯 好美味 一點都不柴 對 它這個厚度是厚的 感覺是有先調理過再去處 真的很好吃 下面一樣 清蒸龍蝦 左蒜味 鮭魚卵 這個醬汁看起來很特別 龍蝦呢 我覺得它非常的棒就是 龍蝦其實夠新鮮 夠好的話用清蒸的就是非常完美 它敢做清蒸就代表夠新鮮 對對對 然後給你一整隻欸 不是半隻欸 超讚的 這個蝦膏真的很厲害 對 然後再放上這個燈籠膠 跟這個烤蘭瓜 超讚的 真的有多大隻 這天啊 天啊 這是半隻而已 哇 這個方案成超值欸 真的 來吃看看 吃一下原味 好 好 這個甜又拿牙 等一下 很甜欸 我覺得不用沾醬 直接吃就好好吃齁 就很爽了 你的真的很甜 我剛剛嚐了一口 而且它清蒸完的那個甜味都鎖在裡面 真的 超厲害 好大隻 然後附上兩杯果汁是很大杯的 對 它送一瓶紅酒 你懂紅酒嗎 我懂 怎樣 它是法國來的 它叫飯燉紅葡萄酒 好 它這個酒呢 你看啊 我一看就知道它的特質在哪裡 欸 亮麗的紅飽食顏色 乾淨溫和的味道 我一看就知道囉 喔 你在看小超 沒有 它就這樣而已 就我一看就知道啦 我紅酒小達人 可是如果大家想知道這個方案的內容呢 在他們官方網站有一個享樂假期 不同的房型有不同的房價 像我就是選擇錦魚套房 因為我們就是想要看到101 也是希望介紹給大家 然後我覺得呢 在這裡用餐跟W是一樣的意思 我覺得可以在房間裡面開開心心的用餐 然後看著101 看著台北市的業績是最棒 好 那甜點的部分嗎 好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像這種高級的新級酒店呢 就會有一個開夜床的服務 它主要呢是幫我們送上這個冰塊 幫我們補齊 然後還有進入到我們房間 然後把我們床重新鋪過一遍 然後呢再鋪一個低墊 給我們一個小小的室內拖 這就是一個開夜床的服務 那開夜床呢 有一些比較特別是說 也是有一樣東西 但它多給了兩個巧克力糖 就是晚安糖 就是讓你 血糖高一點好睡一點 血糖高一點好睡覺一點 哈哈哈哈 好啦 這是比較特別的開夜床服務 現在是吃甜點了 甜點呢 那它是來給我們這個草莓蛋糕 草莓珠寶盒 對 喔 你長大就可以吃了 唉唷 哇 哇 這個是挖一口直接吃吧 對啊 好大的草莓喔 我覺得它非常得好 它慕斯不會用得太甜 然後香草味很濃郁 然後那個草莓酸酸的啊 就整個很剛好 對 然後又看得到香草籽喔 這裡面慕斯還有那個海綿體蛋糕 呃 你想吃喔 啊啊啊 你不能吃 你不能吃欸 哈哈哈哈 好啦 以上就是 我們這次參加 樂想假期 的晚餐 喔 感覺很不錯欸 好 各位早安 我們先來拿好掃餐 回到座位上 它是盼索廚房的早餐 早餐很豐富欸 大家看一下 盼索廚房其實非常的有名 我們先來吃吃看 淡仔麵 鮭魚米粉湯 跟瓜子肉飯 它的瓜瓜的甜味有突然 稍微比較鹹一點 不過都蠻像飯的 淡仔麵 它小小一份感覺是比較剛好 鹹蛋的比例是很剛好的 很加糖 而且不會油 鮭魚米粉湯 鮭魚在這裡 大一塊耶齁 這好像有點像 土豆魚的做法 對 吃起來真的像土豆魚 就是好吃的欸 它土豆魚炸的甜甜而已 那它的現做區 就是蠻厲害的 然後再來是 現做區還有一個歐姆大 而且我覺得這個看守廚房 蠻厲害的就是說 它會使用不同的餐盤 去擺設它的餐點 它煎得非常的漂亮 它裡面軟爛度剛剛好 嗯 嗯 嗯 小味 然後我覺得它上次 其他飯店的奶油 味比較沒那麼多 南半圈的菜 都算蠻肉心的 對 就是有在調製過 不是現成品 然後有一些比較創意的部分 像那個 有點類似白菜乳 加凝菇年糕 它蠻特別的 然後跟炒心菜跟控肉 控肉這樣小小塊的 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 嗯 好 對 吃一下 蠻不錯的啊 這個蔥包牛肉 剛吃一下超美的 它會有抓粉過 然後不會淘太油 它就選 這夠用很大塊 蔥包牛肉可以夾到 它雖然準備的大菜不多 但是每一樣都蠻精心挑選 它可以看一下它麵包具 實在是非常的豐富 而且我喜歡它麵包擺放的方式 每種果味分開 有一種精品麵包感 麵包有鹹有甜 來看這個傳統 最傳統的蔥麵包 可是我倒是覺得傳統的麵包感很難做 就是為了它有 對 它表現就很好 它蒜比較健康 再來就是這個 呵呵呵 這有狗嘴 這小朋友來非常的喜歡 嗯 好味 它上面的那個醬啊 不是蒜米之外 它這樣有點 就是甜甜甜鹹的 嗯 然後麵包的現在都處理有 這個美式鬆餅跟這種 法式普斯 美式鬆餅呢 它不會太厚耶 對啊 薄薄很剛好 薄薄就好了 嗯 嗯 它別有這種美味 裡面其實比較特別是有氣泡水 然後它是冰杯喔 還蠻好的 那我們就繼續用餐囉 哈囉 我們吃完早餐囉 我們入住一個晚上的感受呢 就是覺得 從一進門呢 它的外觀呢 就給了人家一種很時尚的感覺 嗯 對啊 充滿滿滿的藝術品這樣子 畢竟愛美酒店在全球都是以藝術為名 它的大廳來講其實是算典雅 不會說像是那種富麗堂皇的氣派這樣子 好 以上就是我們在韓式愛美酒店的入住體驗囉 喜歡我們的影片可以按讚訂閱分享 那把它追蹤我們的最新影片囉 我們每週都會上片囉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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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囉 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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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下次見囉